大家好,我是尊一,很久不见了 从今天开始,我打算做一个新的节目,新的方向 方向的内容就是我在泰国的抖音上看一些泰国的视频 然后让你们同样能够感受到我喜欢的泰国,我眼中的泰国是什么 那就好了,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请大家尽量尽量我的中文不是很好,但是我会努力努力 我也希望我之后这个系列一直一致继续继续的用中文跟大家拍视频,好吗? 好了,那今天的主题就是隋登节 我自己的感觉啊,因为大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泰国的隋登节有印象 大家对泰国的节日就有印象,我感觉应该是泼水节吧?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跟大家看多一些的影片 让你们知道原来泰国的隋登节是这么的美的,好吗? 哇哦,这个很漂亮啊,但是感觉应该不是在曼谷的 因为现在曼谷已经不可以把水灯放现天了 我以前的时候去清卖那一边啊,我也是把水灯放现天,然后让它下水的 所以如果水灯节你想来泰国去这样弄,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要看看你是去泰国的哪一个地方了,真的 好啦,然后就是说一下寺庙的部分吧,哈?你没有听错? 是的,其实在泰国的水灯节中是有一些寺庙,他们会举行特别的活动的 所以啊,如果你想在泰国水灯节中感受到传统的气氛 不妨在网上搜一搜,哪一个的寺庙,他们是有举办特别的活动 我相信应该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围意来的 好啦,到最后,当然要分享一个去打卡的地方没有错呢 好啦,那我就不说那么多了,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地方 如果我介绍你去,你会不会喜欢去吗? 我感觉应该没有多少人能够拒绝我吧 好啦,那这一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,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?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,记得订阅,还有就是按下你们的喜欢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,拜拜! 拜拜!